工作反動加急的這一個部分我們正在規劃設計 我預計大概在下半年就可以開始實施 下半年? 對 有說幾月份嗎? 蛤? 那幾月份我沒有辦法說得很確定 那院長 因為他是 對不起院長這樣子我覺得有點可惜 520之前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強來溝通 是您提出來的 如果可以在520之前做到那不是很完美嗎? 我當然很希望 但是我們要實際一點 看到問題不用覺得說好像很可恥 還是看到問題不想面對 不是 上一屆的這個會期當中啊 我有跟您討論過缺兩樣事情本期非常在意 我相信院長也有放在心裡 一個缺護理師非常缺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客運司機非常缺這兩件事 今天老問題但是越來越嚴重 我必須還要再跟您繼續做討論 那麼我們來看到缺護理人員這個部分 根據全球資料庫網站最新的公佈 台灣在醫療照護指數上面 再次奪得了世界第一 那這是我們共同的驕傲 那同時啊 我們在這個調查報告中顯示 在醫療可盡性 醫療費用的性價比還有合理性 我們也都是全球第一 這也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來的 我想這都是要這個贊許的哦 那不過呢 我們看到在平均餘命新生兒死亡率 可避免死亡率 疾病別死亡率 以及癌症五年的存活率 等等非常重要的健康指標哦 那也在國際期刊上面呢 我們看到我們的排名 竟然掉到了三十五到三十七的世界排名 同時在亞洲各國 我們還輸給了日本南韓跟新加坡 好 那這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那這都可以讓我們來參考 但是整體的成績我們是第一的 但是院長 你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落差 我想我們來討論看看哦 那在這個社區醫院協會的理事長哦 我們朱毅宏啊 他有說出一個一個說法 他說哦 台灣新生兒的死亡率 平均餘命等等這些指標落後其他的國家 他認為凸顯出來在醫療人力 還有運算資源投入不足 才有這樣的一個結果哦 那當然我也看到哦 我們學院員部長啊 有回應說 呃當然就是要再觀察看看啦 那同時還有哦 我認為啊 其實在這個在這個部分啊 我們護理師不足的這件事情上面哦 恐怕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哦 所以這也呼應了朱毅宏這個理事長的說法 醫療人力的不足哦 所以呢 本席不希望我們在台灣世界第一的這個醫療照護啊 其實要建立在剝削或者是壓榨基層護理師而得到的哦 我想那個院長不好意思 你可能先聽 我覺得聽聆聽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哦 我我有聽 但是我覺得 再來哦 我會給您時間回答好不好 那再來哦 世界第一的這個醫療照護這麼棒的一個成績哦 我們也不希望我們台灣的護理師的工作壓力也成為世界第一哦 這都是我不希望看到的哦 那我想我對學院員部長其實寄予厚望 我想哦有一件事情我是非常肯定您的哦 在我們桃園疫情期間那個時候所有的診所上千家的診所沒有防疫的物資 那我記得我在一個禮拜五的深夜打電話給您 二話不說您去盤點 你也沒有因為我不是執政黨的委員 跟你反應這個問題你置之不理 禮拜天我們九萬份所有的防疫物資來到了我們桃園 那下放給所有的診所 我想這件事情哦 那在當時的鄭文燦市長也知道 我們都非常感謝中央不分黨派只有做防疫 但是呢 我們看到啊其實部長上來以後其實那一份肯定哦 我想有稍稍失望哦 這個我非常持平在講這件事情 尤其我們看到這一次哦 在衛福部所公告的夜班獎勵金的這件事情引發很多的爭議哦 我想再來跟您這個這個回憶一次哦 我們看到不管是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者是地區醫院 小夜班大夜班這個獎金是不一致的 這件事情在基層啊已經真的快要爆炸了 那各界人士也給你很多的建言哦 我們要算出來地區醫院的護理師 如果他這一整個月他都是輪職大夜班這二十二天下來 每一個月他會比醫學中心薪資要少了八千八百塊 一年下來超過十萬塊 你知道這個對基層的護理人員來說非常不公平心裡不舒服 那也有很多的這個這個護理師啊 大家呢就在想那是不是大家通通要往醫學中心去 你是不是逼著地區醫院的醫護人員啊 護理人員啊去出走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這是上一次哦 我有跟這個陳院長這個討論過的 也就是我們老是只重視大夜班 但我們沒有說大夜班不重要 而是我們覺得白班也非常的重要 當然我也很肯定院長在上次我質詢完畢的時候 您也接受了這樣子一個建議 所以您也說到去年十一月你有說 你會研究我們白天班的工作繁重加急 所以呢很棒 這代表你也知道他們工作繁重 那北熙祥請教一下院長 現在這個工作繁重加急進度到哪裡了 什麼時候會給予 現在在研議中我是不是請我部長來說 那跟委員報告 那工作繁重加急的這個部分我們正在規劃設計 我預計大概在下半年就可以開始實施 下半年 對 有說幾月份嗎 那幾月份我沒有辦法說得很確定 院長 因為他是我跟 院長這樣子我覺得有點可惜 520之前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我我當然也是想越快越好 但是呢 就好像這個大小月班 你看看不同等級的醫院 就有很多不同不同的意見 所以院長520之前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要加強來溝通 來瞭解 如果可以在520之前做到 那不是很完美嗎 我當然很希望 但是 但是 我們要實際一點 今天要到下半年 那下半年一定會做嗎 會 一定會 因為這一個 第一個要有預算 預算的部分我們大概已經有 那我想 如果今天還可以得到一個承諾 下半年一定會做 那麼我們也希望 520之前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實施 至少告訴我們 大概在幾月份 我們可以下去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 有一點 我們為了解決這個護理人力 大家當然是想破頭 那目前你們做法是降低國考的門檻 還有 就是提高各類護理校系招收的名額 有12個措施 有12個措施 這兩件事嘛 那但是呢 有12個措施 不是兩件事 12件事 好 就是相關的措施 那去年度 那去年度考選部在11月9號 突然公告說降低護理國考的門檻 那要把難度比較高的也是比較重要的一門科目叫做基礎 醫學2024開始起 我們的比重要從原來的20% 調降成10% 而且這過程當中有一些粗糙 所以不管是台大醫院這個醫院的企業工會 或者是基層很多的護理師 這個這個醫院的人 大家都非常的擔心哦 非常擔心也非常不贊同哦 那大家認為這個是叫做踐踏護理專業 而且是罔顧這個病人的安全哦 那院長其實我要說 事實上哦 我們缺的從來不是叫做這個執照的這個人數哦 而是能不能留得住這些護理師好的環境哦 那接下來我要跟你討論是就很重要的 我也希望你能夠再聽一下哦 也就是說根據衛福部自己給我最新的統計 目前護理人員總職業率是63% 領證的人數30% 但職業的人數卻只有 領證的人數是30萬人哦 而職業人數卻只有18萬人 就很多人不願意投入到這職場 不是沒有人 是大家不願意留在這個職場內 所以這非常的重要 那麼這有什麼問題呢 薪資結構當然是一個 第二個他們所期待的三班互併比入法 這件事情我們要再加快腳步 但我回頭來講了 三班互併比入法 你要有人我才有辦法有三班啊 所以這個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哦 所以當然哦 我們其實更不以為然的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我們在這個 賴信德這個副總統他的在競選的時候政績有說到說要解決護理師荒哦 他是要增加哦 他去增加這個所謂的護理師的這個相關科系的招生名額 上個會期我也講過哦 這個方向哦 真的是錯的 真的是錯的 您聽聽看哦 我想那個我們教育部長也上來哦 我們呢哦 一直以來哦 統測護衛類的報考人數哦 大概就是在在三趴多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看到這個表格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下一頁哦 我們在這個相關的護理相關科系別哦 五專二年制四年制學士後等等哦 我們都可以看到註冊率都是在七十五趴 最多的在九十二趴 這代表什麼意思 白話來說是我們都已經招不滿了 你提高沒有意義啊 你提高只是讓這個註冊率更低而已哦 那再來上面還發生一個問題哦 院長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來哦 也就是說很奇怪哦 我們現在哦 反而是大家註冊率最高的在五專啊 二專啊 我們反而把他名額降下來 就過去大家最喜歡的 都願意去註冊的 我們反而把他的這個名額 所核定的名額降下來 那報道率很低的沒有人要去的 我們還把他名額升上來 教育部啊 這怎麼回事啊 那我想 我想 我可以回答嗎 院長我把它講完哦 那我想 因為數據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啊 要回去檢討一下 第一個 如果我們要提高這個哨聲明 這個方向也錯了 第二個 這個方式也不對 因為以前註冊率就是就是 這個要問 復理師學會跟復理師工會啦 他們對於復理師 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希望達到怎麼樣的level 那你可能也很清楚 你可能專家比我清楚 現在我們復理師希望 每一個復理師都得到 比較完整的教育的體制 我想復理學會一向是如此嘛 你也很清楚 院長 所以啊 你講的我認同 但我講的你沒有注意聽 你講的我完全認同 但是重點就在於啊 如果我們在國考那個階段 我們把最重要的 然後這個大家感覺比較難的那個科目啊 把它比重往下降 那大家當然會擔心說 那新考進來的 會不會在專業的上面 或者是在過去的這個培養上面 我們好像欠缺一點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它不是招生名兒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看到嘛 我們有執照的人有這麼多 但是呢 我們願意留在這個職場上 護理師的人 是六成 大概就是他大概六成左右 所以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提升他的薪資 我本期再講一次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提升他們的薪資 給他好的環境 把他留住在這個這個業界裡面 這才是重點 不曉得我這樣講 院長跟薛部長你同意嗎 我剛才講過這個題 讓副理人員願意留任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措施 然後剛才已經講 那薪資是其中之一 當然是吧 很重要 但是除此之外 他的這個就業的成就感 民眾對他的重視 以及他能不能有進修 等等這些都很重要 那我們部長剛才說 院長我想這些問題 當然都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 在這個心思跟改善環境 我想這個會後 我將來我們在衛環委員會 還會再跟這個部長再來救教 我們希望啊 我們共同找出問題 看到問題 不用覺得說 這好像很可恥 還是看到問題不想面對 不是看到問題要高興 因為我們就知道 怎麼去解決了 可是要面對 有一件事情我先跟委員 做一個很簡短的報告 不好意思 我們的護理人力 往年的話都是十二月開始減少 那一月就一直降 一直這樣降到四月五月以後才上來 今年因為我們的措施下去的話 一月沒有減少 呃我想這個院長 所以人力是文化 這個部長 這個我覺得不用提了 我看到你在媒體上面的這個說法了 媒體的資訊不見得及時 這個有很多幾個商榷的地方 這裡我們不用 我們今天做有建設性的東西 不要在這裡討論這個了 所以院長 我們下一題好不好 那我會找時間跟薛部長再來 不實的數據來質詢也不太好吧 我們來討論下一題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要快點購健康